你敢相信 这样的场景居然发生在联合国大会这种非常庄重的场合下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 只见一名非洲男子异常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口中欢呼着 并且还兴奋地在原地跳起舞来 只因台湾省退出了联合国 那这名黑人男子是谁 他又为什么能在公开场合不顾一切的庆祝呢 他就是当时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萨利姆·埃哈迈德 萨利姆在当时 他只是一个刚满29岁的年轻人 虽然年轻 可萨利姆的成就却是异常辉煌 1942年出生的他自小成绩优异 并且表现出超强的外交天赋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他就已经跟随国家领导人在世界的舞台上展露头角 才20多岁的年纪 就已经相继担任了坦桑尼亚驻印度大使驻中国大使 不仅如此 对中国人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萨利姆与中国的那一份深厚的友谊 上段世纪工业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 就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合封锁 但凭借着不屈服的精神 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 我国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 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苏关系急速恶化 甚至降至零点 此时的中国 可以说处于世界两大强国的共同包围下 国际形势异常严峻 而就在此时 萨利姆前往中国富人 在任期间 萨利姆一直强调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并跟中国加强合作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愈发紧密 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与中国达成友好协议 可以说他对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即便是到了21世纪 早已到了迭茂之年的萨利姆 仍然为中非友谊 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4年 在双方人民的共同期盼下 萨利姆当选为坛中友好协会会长 2019年 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 授予萨利姆友谊勋章 要知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友谊勋章的获得者也仅有9人 萨利姆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尊敬和认可 完全是因为他真正的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 建立中非友谊桥梁的事业上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 则是他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 上演了那样一个看似荒唐 却力挺中国的举动 这是1971年 台湾省退出联合国的真实影像 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 萨利姆竟高兴的当场跳起舞来 那当时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1年10月25日这一天 对于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 无疑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力 并否定了以台湾为代表的中华民国的席位 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也难怪萨利姆要高兴的在现场就跳起舞来 而有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 从历史角度来说 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联合国的创始国 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一事实是谁也无法扭曲的 所以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权力名正言顺 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拦 再加上长期占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有意干涉 致使此前的中国席位 一直都由中华民国所代替 而且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夺权不放 企图一直霸占下去 所以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以及国际局势的逐渐稳定 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事件也被提上一程 党和人民也为重返联合国做出了巨大努力 终于 我们等到了这一天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 针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力这一案 世界各国代表进行了公开表决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 顺利通过提案 当这一表决结果出来后 现场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众多国家纷纷为中国 送上了最诚挚的掌声与祝福 而萨利姆更是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此时 他已经用语言 无法表示内心的激动 只能借助舞蹈 来展示自己的喜悦之情 而坐在中国代表席上的乔冠华先生 也是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 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他亲眼见证了 不过 相比于一旁在歌在舞的萨利姆而言 乔冠华先生显然比较文静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的激动和喜悦 超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多年以后 原国际台副总编辑还就此时采访了萨利姆 说他为什么会那么兴奋 甚至到了跳舞的地步 而萨利姆对于当时的盛大场景 也是一直念念不忘 他说 他永远不可能忘了那一天 当时很年轻 投票结果一出来后 就兴奋的慕游自主跳了起来 尽管萨利姆在回忆过去 可他在采访镜头面前表示出来的情绪 依然不难看出是十分欣喜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他仍然对中国能重返联合国 表现出强烈的喜悦之景 当时 消息传到国内 毛主席在得知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后 更是毫不避讳的直言 我们离不开非洲兄弟的亲力相助 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果没有各位非洲兄弟的帮助 或许中国重返联合国 就不会这么顺利了 1971年10月25日 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靠非洲各国兄弟的帮助 那么 非洲兄弟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呢 他们在背后做出了哪些努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联合国大会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这一决议又被叫做两阿提案 主要内容涉及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承认其在联合国组织内的代表地位 并驱逐中华民国所占有的非法席位 也就是说 正是在这个提案下 中国才有机会重返联合国 而之所以被称作两阿提案 是因为它的主要提出者是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吉利亚 但这并不代表这一提案只有这两个国家参与 事实上 它是由包括两阿在内的23个国家共同提出来的 其他国家如古巴 巴基斯塔 刚果人民共和国等都在其中 在这23个国家中 大部分都是来自非洲 上世纪中后期 中国积极与非洲国家建交 并且取得了斐然的外交成就 而随着我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非双方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 并且中国政府始终为维护双方友谊 做出了巨大努力 要知道 非洲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限制 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 很多非洲国家仍然没能解决最基础的温饱问题 面对这一情况 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因为我们曾经淋过雨 所以总想替别人打拔伞 因此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就一直向非洲提供援助 无论是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 还是教育事业 只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有一定不会吝啬 比如 就萨利姆的国家坦桑尼亚而言 中国就为其建造了非洲最长的铁路之一 共1860公里 不仅如此 在整个建造期间 中国还为当地提供了无数的就业岗位 带动其基础设施建设 并提供将近十几亿的援助管 所以 这条铁路不是只有冷冰冰的钢管组成 它还承载着中坦双方的友好情谊 是连接中坦人民的一座坚固的桥梁 也正因为如此 萨利姆越发敬爱中国 并愿意始终为双方的友谊 奉献自己的一切 再比如 非洲的卫生条件一直不尽如人意 由于地处赤党 炎热的天气情况让当地疾病肆虐 加之非洲人民本身生活水平有限 这使得非洲的死亡人数一直高居不下 而为了解决基本的医疗问题 中国更是在当地建设了 非洲疾病育防控制中心 通过派遣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到当地指导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生存率 中国政府始终信奉的 以人为本 不仅是以国人为本 更是以世界人民为本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 从古到今 都是中国人民始终坚守 并一以贯之的 正所谓低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非洲兄弟曾帮助我们重返联合国 那我们就用更大的回报 帮助他们发展起来 也正是中国始终坚持贯彻的这些理念 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 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 真正打造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国际新秩序